《諾報》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諾報》我們廣場就是《諾報》的討論平台 現在進行一輯直播的節目 我是榮陽 身邊同樣有鄭仲暉 畏哥 你好 大家好 今期《諾報》出了關於橫琴 有關的報道也有一些圖表 大家可以看看中間花葉 還有一些廣告和傳版 介紹有關橫琴總體方案的一切 我們都期待了很久 現在終於成了事 同時成了事之後 也有了一個大概的時間表 分開階段 即是2024年要做到大概怎樣 然後2029年要做到怎樣 2035年 即是有三個階段 其中第一階段比較容易 三年之後 是做一個初步的基礎出來 即是搭了一個框架這樣 這個不難的 我看過的內容 也都應該要做 給到一個任務給你 有一個地方這樣給你使用 這個地方有 很大的 是106平方公里 很大 澳門現在我看過 到6月的時候 地圖地植局的資料是33平方公里 有些說法是32.9 但官方就說33平方公里 其實這次的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 其實我們照字面看 很清楚 橫琴越澳 有些人會說 橫琴不是越的 為何要橫琴越澳 因為它是一個全新的體系 所以變成橫琴現在不是 這個不是去分誰打誰 但是大家去發展的時候 與澳和澳是同樣共同發展的 就不是說誰隸屬誰的 這是起碼清晰的 現在的橫琴並非叫珠海橫琴 現在的橫琴 大家看到四組的字 共商 一起去談 共建 一起去建設發展 共管 就是越澳 一起去管理 共享 這個當然 既然有三個共同 有成就 大家共同享受 我們看這裏 其實還不止 我們總共有四個共 有八個新 有新平台 新空間 新示範 新高地 跟著呢 新體制 新產業 新家園 這幾個呢 就在我們中間 落報的大業 我們有十個圖 是很清晰的 我也都粗略看過了 其他的不同的媒體 落報的彩色 顯示出來 是最清楚的 當然 包括我本人 從來 現在對於這個整體的計劃 宇Sir可能 理解能力 比我強 不是 我到現在 當然看到 裡面 是一個框架上的 觀念為主 有些事情 承接回以往大家 所願望 有構想 才有實踐 所以 有些事情 其實以往大家都 度過了 只不過今次 將大家以往 度過的共商 形成 開始 共建 包括 我們曾經 談過的新街坊 新街坊 有大概四千個單位 但當時是很草案的 現在 既然橫琴這106平方公里 是成為事實 可以擴大一些 澳門人將來在橫琴住 並非夢想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在橫琴住 但現在的價錢不同 你如果作為新街坊 變成年輕人的置業 就不用休 將來我結婚 或者有兒女怎麼辦 因為現在橫琴大家知道 我們駕著澳門的車 將來進去是不困難的 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你在這裡住 就不怕 覺得將來進去怎樣 又要坐其他交通工具 是沒有你的麻煩 那麼 我們的下一代 它是放心一點的 我們的長遠 是有了藍圖 不怕好像某些地方 一些人就說 是不是要移民 還是怎樣 澳門人其實 是覺得安定的 其實我們還要看 第二行那幾個字 叫做深度合作區 什麼叫深度合作區 其實橫琴和澳門合作很久 他現在說 越澳 就不僅是橫琴 就是橫琴 這是一個平台 越澳是兩個角色 越澳 由於越 在整個中國大陸的GDP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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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越澳合作 就是越 它有技術 澳大陸 澳大陸 也有些多出的資金 只有我們那個叫做超額的財政住備 都很豐厚 是可以做些事情的 其實橫琴給別人的印象 以往大家有些想法 有些說 會不會給了澳門呢 變成澳門一部分有人這樣想過 他不是說希望或者不希望 是曾經考慮過有這樣的可能 那現在這個方案提出來 我當時我自己有人提出來說 阿比中 我覺得有些難度 為什麼呢 本身橫琴 如果阿爺要給也能解決到 我覺得 有些難度 但是既然不是 我們不說回頭 就說現在 是啊 因為那個難度就是說 其實橫琴本地都有原居民 第一個 第二個 有很多人 在內地或者珠海 買了橫琴的地方 都有 我大膽點去猜阿爺 阿爺呢 你想一件事 他全面都想完 是嗎 我想現在 是不是對澳門最有利呢 我不知道 未必是最有利 但是起碼不差 而且呢 遲些還有一個比較精細一點的 各方面有關的東西的演繹 現在呢 這個叫二十九條 是踏尾了個框的 但是呢 由於是兩邊一起 這個叫做共管 就是將來發展這個深度的合作區 是由兩個主要的人物 這兩個代表性是很強的人物 一位呢 就是我們的特首 一位呢 就是廣東省 在政治上最高 政治上最高就是省長 是吧 在黨方面派來的黨委書記 是吧 在實務上呢 有兩個地方的首長去管 我覺得就夠了 嗯 所以呢 也就是有很多人 曾經當時 初初開發 橫琴的時候呢 就 經常說叫三腳凳 這叫三腳凳呢 澳門 省 即是月 還有珠海 本身 因為這個地方 現在呢 我和你說的事情 都不約而同是 成一事了 嗯 第一 我們說過一線二線 一線呢 澳門和橫琴之間 放開一點點 放開一點點 二線呢 就橫琴和以外的地方 比較緊一點 嗯 現在那個條例 都寫到的 然後呢 就有一個網 去隔開 而這個網呢 不是鐵絲網 不是有力的網 是電子網 因為現在呢 經過疫情的防空 你那些人如果是走進來 或者出去 全部都能記錄 不是讓你立院可以隨意而為 即是大家呢 你又要守法 現在經過我們這個疫情 就知道有時候呢 那個網是 因為大數據嘛 那個網是具體的 真正有個實體的網 是的 類遲半部 月類遲半部 已經可能是日警號 是的 或者呢 即是不止警號響 即是即是 即是 即是 你的網 你用不到 而它可以發送些東西給你 嗯 它又可以 測到你去哪裡 你關機都可以測到 所以今次呢 即是 很多人呢 對於這個 越奧的橫琴深度合作呢 很有很大的衝勁 是 因為呢 澳門事實上呢 當然現在仍是 暫在某些人的了解程度 包括我在內 未是 即是了解得很深 那 仍是要 不緊要 因為呢 一直都會有解釋的了 這個當局已經說了 即是令到大家安心 首先呢 今天 國務院 就已經有新聞發佈會了 嗯 跟著澳門特區又有的 去 不停補充說明的 嗯 所以呢 即是現在呢 我是站在澳門人的角度呢 由你無理多了百多公里的地方 你可以自由去活動的 是 那我覺得呢 那如果是活動 不止那百多公里的 你喜歡去到深圳啊 邵慶德啊 如果活動就 我覺得呢 即是你是很像 在自己的地方那樣的活動 是 那種感覺不同的 是 雖然說這個地方 是粵澳共管的 但是你始終一件事 喂 你除了澳門的三十幾公里之外 哪有一個地方 是澳門和內地共管的呢 沒有 包括呢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即我們在橫琴 將來可以發展一些澳門局限了 包括 你現在 我和你當集資 有人支持我們 開間小學 是不是在澳門幾大呢 嗯 但是我們面向中來 喂 橫琴 估計會增加人口多少啊 嗯 即我和你一起開間 榮輝小學 都有機會嘛 嗯 但是現在呢 大家對於它正面的憧憬呢 就很多了 反而呢 我就 又看回一些東西 我希望 希望 以後發展到橫琴的時候 要看到澳門的不足地方 在那裏呢 可以將我的不足呢 補充回 或者有些 或者偏了些少少的 扭回席 是 它有個管理的委員會 嗯 我們看到現在 起碼呢 就有兩位負責的主任 跟著呢 它都是 優惠澳門那邊的 嗯 除了兩位主任 下面呢 就有位常務的副主任 嗯 只有一位常務副主任 就由澳門方面出任 嗯 那之後就有約軍委 不是常務 而是副主任的 那個就分別了 澳門和廣東省任命的了 嗯 當然這個任命 是要交由上面 去最後的 拼取 我現在就不知道 這個常務的副主任 就是哪位 大家都在猜 但這個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是正主任 我想呢 反而呢 真是執行者 是副主任 是 是 是 但是正主任 就不讓他去行差 踏坐 是的 那也都 做的呢 可以不止是副主任 嗯 下面有很多人一起去量 是吧 不過呢 這些呢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是透明的 就是因為大家都這麼注視 這個地方呢 就是 古靈精怪的東西呢 是不容易做得到的 是 那我們都曾經在事前呢 就是 談過了 將來這個 裡面的區 保安問題是怎樣的 消防問題是怎樣的 嗯 那現在大家還可以給意見 可以完善化一些的 看來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了 因為呢 這次呢 主要提出的呢 就是 商事 和民事 就是 主要這兩樣呢 是在這個區域 是會傾斜在澳門那方面的 就是 原用 的方法 或者是 規律 或者這樣 所以 但是未提到 刑事 保安 這方面 就未提及到 當然 保安都是 騎著兩邊的 民事都要保安的 其實就是 我又舊事重提了 不過 我曾經多次希望 新城A區等等 改個名字 你起了名字 就不用經常叫新城A區 街道就起了名字 現在給我多個範圍了 橫琴這麼大 是 106公里 是 整個就這樣叫橫琴 不會的 珠海 是否你隨便都叫 前山 下灣 吉大 你都有很多個名字 我想 那是否橫琴 我又以我這種模式 都要起一些區的名字 如果用內地的規格 橫琴只是一個區 但你記不記得 它一個區等於鄉州地區 也是一個區 是的 但是是否有區內的區 等於下灣 你起碼的巴士 到那裡也叫下灣 是嗎 下灣是鄉州區裏面 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裡面一個地方 你記住一件事 其實它分會不像我們 新橋區不是這樣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信德是屬於佛山的 信德叫區 新匯都是區 我很早就說過 都是一個區 但是區裏面 是否又有區呢 等於地級市 下面又有軟級市 即是江門市 下面 是否會有開平市 因為澳門一向以來 都沒有試過 四百多年 試過這麼大的地方 所以我就建議 將來 不是現在 都要想 裡面要有些區名 即是相當於 我講完相當於 就行了 前山 下灣 吉大 是嗎 我想 就是我們原用 即是這個 原用回內地 大陸的小區 內地的小區又不同 它有住的小區 就是一個大客群 它又喜歡叫小區 就是一個小區 完全我都知道 因為我想它會 沿用回廣東 或者是珠海的習慣 不要緊要 我就希望它起名 不可以整個 就叫橫琴 它都沒有整個香州地區 叫香州區 你都有拱北 拱北就是香州區 其實那個區很大 即是你要記信 你要記信 去下灣 你要寫 珠海 廣東 珠海 它一個區 我再講 有大區小區 大中小 整個珠海 是一個區 是叫做珠海經濟特區 但是它是市區 經濟特區下面 就是有幾個區 金灣區 斗門區 香州區 有些呢 就地級市下面 江門市 就有新匯區 又有軟級市 就是剛才說開平市 等等 那我就希望呢 簡單說 就橫琴 它起一些名 這個呢 都是便於我們會分別 是的 包括巴士 或者 整街市 你有沒有聽過有寧梯市場 有有 是嗎 所以我現在看回 就是那個橫琴 現在 很多 本澳 或者是 港澳 或者外地的人 投資了下去 已經 建成了很多建築物 是的 很多商圈 所謂 就是那個 我想呢 這一方面 當然有很多人說 這些投資者 已經有內幕消息 截竹先登 當然他們會看 但是最後 其實是怎樣 截不完竹的 其實那些報告 因為呢 那個海 是很大 你扔少少沙 你填不完 是嗎 笑到最後 那個才是贏家 我想呢 你太早去呢 就是等於當年 市獄署 說建巨人大廈 建不建得到 建不了 是嗎 我想呢 就是 大家要有個 即我提一下 大家要有個概念 就是 橫琴這個發展 我們用澳門60萬人 去橫琴這個比例 其實我們很少人 我們要準備 其實橫琴的未來 可能會是很多 來自各省市 甚至乎世界各地 我用一個不恰當的 比喻 不恰當的 但是 令人容易明白 澳門的人 不會去完 那邊的 那個橫琴呢 是等於開到一個賭桌 在那裡 會有很多人湧來 包括如果成立 證券市場 就是做一些特色金融的事情 會有內地很多 不同的地方的人來 甚至有些香港的人 就是專家 會在那裡 去幫忙去發展 那時候呢 可能會發展到 正是橫琴 都有將來 若果年後 有澳門現時的人口 是忘記的 我就是這樣看 我們現在呢 很多事情 起步階段 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對於澳門人的說 我想呢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到啦 是 我想呢 我們呢 要考慮一件事 想考慮一件事 會有很多輯去講 我們考慮一件事 就是 澳門人 不論年青 與年長的 其實很多人經常講年青人 因為我是年長人 所以我覺得 全覆蓋的 就不要只講哪一個年齡層的人 我稍微講回一會兒 大家容易明白的 如果沒有這個橫琴的地方 來提供給月澳 一起去深度合作的話 只是澳門這33平方公里 去到這麼一刻 很快就飽和了 你當它已經是經濟色度多元了 不用靠賭客 做到旺到不得了 每天都有這麼多旅客 每年都有三千九百萬人次 我們是應付不到未來發展 但是有了這個橫琴呢 可能去做到 2049年都沒有問題 我想呢 橫琴這個發展 會是很大 一個 即是 不論人口 會大過現場很多 不論資金 我們只是講一件事 我們下期會講的 不過我們先講一個考慮的因素 就是說什麼呢 澳門人在這個橫琴的 即是 月澳深度合作那裏 我們能夠是 有些什麼的建樹在裏面呢 有些什麼的 建樹會很多的 但是能夠有些什麼受惠呢 另外一件事 建樹就很簡單 拿錢出來就已經建樹了 我想呢 就要出錢還要出力 還要出你自己 出錢已經可以了 如果建樹 因為人才內地有很多的 所以我想呢 就在這方面呢 一般的市民 投資者 或者是政府 我們幾方面呢 都要考慮一下自己 將來在橫琴發展當中 的維持在哪裡 我想這件事呢 都是值得現在 開始去部署 我已經有初步的看法 就是未來呢 就是很可能 由一個政府的企業 現在已經由澳門企業 就是它是帶動中 醫藥產園區去關展的 未來都是以這個模式 因為你畢竟市民呢 它有幾大的資金呢 你有些發展 譬如現在國企 在這個威尼斯人裏面 有一個大運河 救命中心 你普通小規模的 在一個澳門的商場仔裏面 整個三十多呎的地方賣衣 他連那個 進去大運河 整個貨架的錢都不夠 是不是 所以不是這些普通人入場 一定是一些大規模 甚至可能是集資去發展的 多謝輝哥 多謝輝哥 多謝輝哥